那麼以色列呢 是在19號朝著伊朗的中部 伊斯法漢發出了攻擊 這表示中東的局勢徹底被點燃 但是可以看到 兩國事後的反應都蠻低調的 以色列的官方未評論 伊朗從國營媒體到官方 也明顯的是彈化 那甚至看到美媒ABC報導 資深官員透露 以色列戰機 4月19號凌晨發射三枚飛彈 破壞了伊朗伊斯法漢一座雷達 附近有空軍基地及濃縮又設施 博爾傳出一方有提前的通報華府 將會在24小時到48小時內來報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調 美方未參與任何的攻擊 伊朗的媒體報導 多個省份防空系統啟動 一度也關閉了機場以及領工 看到兩國的態度 以色列政府為證實對伊朗攻擊 伊朗方面表示 在4月18號 在中部的伊斯法案 截落三架無人機 沒有造成傷亡跟經營損失 伊朗的外長說 19號的事情並不是襲擊 像是我們孩子玩的玩具 不是無人機 除非以色列發動重大攻擊 否則伊朗不打算回應 伊朗總統在萊西號發聲 也沒有提到這個爆炸 伊朗官員表示 外國消息來源未經證實 我們並未遭到外部攻擊 而是像是遭到滲透而非攻擊 這個部分我們請教委員 我也不曉得這算不算戰爭 或者是什麼戰鬥 因為戰鬥的話 結束就要有所謂的戰損評估 叫combat loss evaluation 就是他們軍方很經常的行為 可是如果說我是戰損評估式 我真的寫不下來 我要講說我花了這麼多錢 動用了這麼多戰鬥機 無人機或什麼導飛彈等等 我戰損是打掉了 聽說一個空軍基地裡面的 一座移動式的雷達 不曉得將軍 我這個戰損報告寫上去 會不會愛你打 將軍一直把他甩回來 你幹什麼 我花這麼大的力氣 動用這麼大 你戰損這麼一點點 這個實在 其實伊朗也滿搞笑的 前一段時間不是 哇 什麼 這個彈道倒到110枚等等 打去了以後 你叫伊朗人寫戰損報告 那什麼寫啊 我這個破片擊殺一個小女孩 這能看嘛 對不對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 是用軍事行動在做政治宣傳 簡單講是這樣子 花大錢做政治宣傳 軍事本來就是政治的延伸 但是也不能搞到這種地步 太貴了好不好 伊朗昨天也說 我們沒有被打 對 沒有受到攻擊 那以色列戰損報告怎麼寫啊 以色列說我沒有打人啊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聽到爆炸聲 這個就是 第一個以色列覺得 我的領土從來沒有被人家打過 那你伊朗竟然能夠穿透我的領土 打中了我那個不重要的地點 也是打中嘛 也是打中啦 我防衛這麼多 我99%還有1% 對 就打到我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政治議題啦 那以色列講說 那我要打到你領土啊 真的以色列以前沒有打過伊朗領土啊 只是打過伊朗大使館啦 所以兩方面是在做一種政治上的表達 那正在表達伊朗這個外長說 贏狗沒有贏話啦 就是獨博你就贏了 還要多嘴 對不對 還說哎呦那個是小孩子玩具啊 講到幹什麼嘛 外交部長你講那麼話不好 那這個反正現在就表示說 兩方面都收兵了嘛 這個事情告一段落 那下一回合如果有需要再來嘛 round two round two 最好不要round two好不好 因為伊朗跟以色列很難打大仗 理由是一個 第一個沒有世仇 伊朗不是阿拉伯人哦 伊朗是波斯人 人種是民族是波斯民族 那這個 以色列跟伊朗也不要讓我們想像中 好像是世仇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啊 伊朗當時跟伊拉克打仗 是因為兩輩迅尼派跟實力派的 兩個國家在打仗 兩義戰爭打了八年哦 但是八年之間以色列幹什麼事啊 以色列賣了一千五百顆導彈給伊朗 你說這兩個國家是什麼關係 是 對 而且它還是 它是伊斯蘭教國家 你是猶太教國家啊 那你有沒有世仇 也談不上世仇 那伊朗以前 統治過這個以色列地區 統治過中東 對哦 那當然那個也相對溫和啦 不是那麼一個暴力的一個政權 所以跟以色列也沒有什麼歷史的仇恨 那現在就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啊 那以色列他自己也無法解決 巴勒斯坦問題啊 那這個伊朗說 你這個我的小兄弟被欺負 我也不能不像大哥一樣出點頭 因為在中東地區裡面哦 就是哦 四個有實力的這個伊斯蘭國家啊 第一個就是伊朗啊 第二個土耳其啊 第三個沙特阿拉伯啊 第四個埃及啊 其他沒有啦 那這四個國家也結合不起來去打以色列 那以色列想要把它四個國家分開來處理 那最難去處理的就是伊朗 為什麼 你這次以色列說要去打伊朗 那個戰鬥機還有導彈要飛多少 1500公里 太遠了 太遠了吧 戰鬥機飛不到 飛不到 什麼叫做1500公里 就說海南島飛到新加坡 你跟他飛多少啊 所以這個先天性很難 有地緣政治的衝突嘛 那你說兩輩都是代理人 其實也不叫代理人 就是我有小兄弟在敘利啊 你有小兄弟在敘利 或者我有小兄弟在敘利 那個叫代理人戰爭 就小打小到 所以一開始以色列跟那個衝突的時候 他們叫我判斷 我說油價不會漲啊 黃金會漲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對啊 是 我們可以看到 那CNR報導 以色列被鋪對伊朗攻擊之後 沒以防染這一次的通話 美媒評論這一次呢 以防有限度的回擊 就是希望避免陷入不斷升級惡性循環 BCC報導這麼冷處理的一個行為 似乎代表說 以伊這次的護炸已經結束 在這一次我們來看到核設施未損 國際能源總組呢 也證明說 伊朗核設施未損害 德國媒體報導 真正被以色列視為眼中釘 意圖從地球上抹去的設施 是位在伊朗中部的納坦茲 還有伊朗北部福爾多濃縮誘的 一個誘濃縮誘設施 那據稱在納坦茲的工廠 位於地下8公尺深 安裝有近萬台的誘濃縮離心機 在這邊大廳的頂部 用的數公尺後的鋼肌混泥土 還有25公尺後的泥土加固 納坦茲跟以色列距離超過1600公里 所以常規的空襲是難以奏效 亮哥 空襲對地下8公尺也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用鑽地彈 這速度可能的問題是80公尺 80公尺 鑽地彈 你一定要用戰略轟炸機才載得動 就我們剛剛提到 不一定要夠巨大 不然也鑽不到很深的地方 其實伊朗主要是因為有一個殺手艦 所以你去想一想1979年革命到現在多少年 45年 為什麼美國始終不去打他 因為他的殺手艦就是 他可以把赫姆茲海峽給封起來 所以不是他能不能打贏美國的問題 而是赫姆茲海峽他很容易把他封起來 目前從波斯灣每天進出赫姆茲海峽 他要是2000萬桶原油 2000萬桶 大概佔全世界超過四分之一 那這個原油 有到亞洲的也有到歐洲的 等於就是 伊朗簡單講就是有製造世界經濟大亂的能力 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他的國防很強 不是 事實上他的海軍跟陸軍都很弱 空軍也很弱 他有的就是導彈 無人機 這次他導的也是一樣 他有9種導彈可以導到以色列 然後無人機也不知道有多少架 反正連俄乌戰爭俄羅斯都跟他買無人機 其他之外都很弱 地面部隊也不強 空軍也不行 表面數量滿多的 因為他人口8000多萬 可是跟以色列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 以色列大概是第五代 第四代的戰鬥機 伊朗搞不好還有F-14 搞不好是第二代 大概第二代 第三代 所以這個落差 落差很大 他是熊嗎 戰鬥機 對 落差很大 那他也是大 那當然落差大是因為 因為美國一直禁運嘛 禁運了四十幾年啊 那可是他就是得天獨厚 就是老子有摧毀全球經濟的本事啊 我就是我的位置長得好啊 講對了 我的位置長得好啊 而且那個哈姆斯海峽 真的就是一個尖角這樣進去 他是一個大型的胡賽武裝組織 對 然後海上又有幾個小島 都是伊朗控制 就是我天生的環境這樣 就是這樣啊 對啊 殘疾了啦 就殘疾了 所以美國對他有點無可奈何啦 衝生好 或怎麼辦這樣 而且他到時候把那個船給集成了 就整個阻塞了 就整個阻塞了 其實跟那個蘇伊士運河有點像 是 就埃及絕招也是把蘇伊士運河給封了 我就阻斷 對啊 這也是絕招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次 包含了在這個 以色列的部分 還有伊朗的部分 甚至美方的部分 都是非常低調